你知道在中国历史上,哪位谋士的实力最强吗? 我看肯定很多人会说,不逢换语,神机妙算的诸葛亮,春秋第一谋士本周,还有兵法鼻祖江紫达。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,他们都不能排在第一位,甚至诸葛亮都排在道场。 为此小猫查阅了大量资料,盘点出中国古代十位谋士,并将他们游落道墙逐一排序。 第十,蜀汉忠臣 诸葛亮 说到诸葛亮,我们不得不成人异点,在小说《三国演义》中,他确确实实是被神化了的。 这也导致在大家心中,都觉得诸葛亮上之天文下之地,通晓其门遁甲,精通各家兵法,在三国中就如开了话一般。 其实在正史中,他并没有那么强,诸葛亮为匡扶鼠汉政权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,一生中为大家留下的出师品,戒子书等采文,曾发明牧牛流马孔明等等,并改造连弩叫做诸葛连牧。 这些发明一是错进了三国的军事发展,二是从侧面能看出诸葛亮超前的聪明才智。 当然了,卧龙先生最强的地方其实是在治国,丞相治国精致派俗,无人能解,可谓稀释一时,以丞相人生之最高点。 但最可惜的是,诸葛亮之死都没能完成他毕生的目标,让人感叹的同时,对他也充满了敬佩,同时也成为后世忠臣的凯末,以及智慧的化身。 第九,十六国第一谋士,王猛。十六国时期,有一人才华盖世,无所不能,不所偏居观用,举步为奸的小国,最终统一中原八属,三分天下,手握其二。 此人能力在张冷等人之上,只是名声不大,所以暂且排队递久。 此人就是钱秦王猛,史称公盖诸葛第一人,王猛谋略用兵,在十六国时期是首居易使的,远飞慕隆锤,谢安之辈隔壁,王猛率领钱秦,吞灭西北,朱梁东出,列代,钱燕等国,一统中原,南下灭仇齿,吞并八属,将原本雷弱的钱秦,飞向了一个历史新高度。 王猛之谋在于其眼光独断,先打谁后打谁,择谁为主,该什么时候出兵,都在其算体之内,可谓是算无以色,战无不胜,地把祝其谋成霸业,经商荡成巨富,范里,范里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某士,在越国被灭后,范里帮助岳王勾剑打败了吴国,复兴越国,并且还帮助勾剑成为了春秋时期,最后的一位霸主,但令人敬佩的是,范里在功成名就之后, 便急流勇退,化名姓为赤姨子皮,便官服为一席白衣,与西施西出姑苏,范里叶片周于五湖之中,好由于七十二宫之间,随后范里开始经商,不久就成为当时的巨富,三散家财,自好逃出宫,因此范里也被人们称为商圣。 第七,三国第一毒是贾雪,历史上有两位最为出名的毒士,他们以阴谋和狠毒著称,尽管有时候有被人文,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,却总能站队队伍, 让自己生前生后都能享誉,这两人就是陈婷和贾雪,但今天我们着重说后者,贾雪的出身并不算好,且长期混迹在反面人物手下,先后是董哥,第一决,胡四,张秀,有意无意地帮助他们霍乱长安,并且凑成了曹操一生最大的鬼分, 这些都是贾雪毒的代表,其人虽然心存道义,但是行为却未必遵循道义,他最为著名的遗迹便是用离剑之籍,使得西凉,韩岁和马超产生内部矛盾,帮助曹操一许平定西北,进而框定了整个关中和西北,这样的萌生,又毒又有谋略,你会喜欢吗? 第六,辅佐刘邦建立王朝,张良,他是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臣,与韩信萧和并列为汉处三姐,虽然张子房在出谋划策方面,能力稍弱于刘伯温,但在当时众多谋士当中,张良的名声最大,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,他一生辅佐刘邦开创基业,以出色的智谋,协助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最终夺的天下,被封为刘侯,张良一生反秦不汉,功不可摸,筹发大事,势必, 历来史家,无不清末书在他那深邃才知,几口称赞他的神妙的权谋,第五,明朝泰国元军,刘伯温,前朝军师诸葛亮,后朝军师刘伯温,这句话相信很多人都听过,既然刘伯温能够和诸葛亮齐名,那绝对不是泛泛之辈,他同卧龙一般出谋划策,料是如神,并最终驻主开创异国,可谓是公居之尾,刘伯温能上榜,是因为其能力确实是最强的, 朱元璋所有军事大计,莫不是出自刘伯温之省,刘伯温最大的功劳,就是参与谋划平定张氏城,神有亮与北伐中原等军事大计,投措朱元璋平定了天下,因此朱元璋也多次称刘伯温为,无知此防御,于宋连,高启并称明出诗文三大将,第四,秦国重臣,李斯,李斯能排在第四, 是因为在前古谋士当中,李斯成就非常大,胜过了商鞅,吕不韦,张仪等人,在许多人看来,李斯更像是一个政治家,而不是一个谋士,但李斯就是为异国发展,出谋划策的超级能人,若非有李斯的出谋划策,中国不知将走向何方? 正因为李斯,才有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,李斯废除分封,确立郡县制,统一文字,统一天下度量横,李斯为秦国的真正同志,立下了不适之功,更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创建了一朝统一之路,李斯如此成就,排名第四也是实是名归,第三,春秋第一谋士,管仲,管仲是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,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,军史家,被誉为法家先驱,圣人治时,齐熙公33年, 管仲开始辅助公子旧,随后被败为齐国宰相,管仲在位期间大兴改革,制定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方阵策略,被齐桓公败为上卿,尊称重负,执政四十年,应时至宇,奔设各级官吏,赏勤罚负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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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甚至管仲乃是能与江子牙齐名的谋士,其许多设计,定谋,都被后世当作经典安利,用以谋士学习的教程上,第二,韬略鼻祖,兵家之宗,江子牙,江子牙是兵家的鼻祖,是中国神坛上,一位位居众神之上的神主,他出生平凡,早年的时候为了谋生开过酒店,卖过酒,做过屠夫,卖过牛肉,但是不管江子牙做什么,都不会忘记刻苦学习, 并且在江子牙的心中,始终希望着有朝一日,能够辅佐明君,治理国家,直到七十二岁,江子牙才遇上了周文王姬昌,他和姬昌相见更晚,相谈甚幻,姬昌觉得江子牙是一个奇才,于是和江子牙一起城池而归,遵江子牙为太师,日后在江子牙的辅佐赛,姬氏终于成功地推翻了商周王的统治,建立了周朝,周朝建立后,江子牙被封到齐国,成为齐国的畅使人,齐文化的开创, 第一,牟氏祖师爷,魁谷子,魁谷子姓王宁雪,又名王产,套权威子,他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,同时也是道家代表人物,兵法极大成者,宋恒家的彼此,精通百家学问,不过魁谷子却很少过问世事,常年隐居魁谷,故自称魁谷先生,魁谷子在历史上的记载很少,但是人都知道他,他通天彻地,智慧卓绝,两千多年来,兵法家遵他为圣女,宋恒家遵他为师祖, 三命占卜的遵他为祖师爷,牟列家遵他为牟圣,明家遵他为师祖,道教遵起王产老祖,想想看能被各家遵称为祖师爷,他不是第一,谁还能排第一呢?